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要问最近勇士能有几多仇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勇士最近三场比赛 惊人有两场比赛遭遇20加逆转 而且最后都不多不少 遭遇准绝杀只输一分 真是流年不利 此番和快船的二番战 勇士先两天见刚刚主场取胜之威来到天使之城 至多是领先多达22分 全场领先了整整47分51秒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最后9秒 乔治命中反超3分而攻守一世 快船因为乔大将军这几三分取得全场唯一一次领先 却奇迹般赢下了比赛 终场1分6秒 勇士以111比106领先快船 ESPN的模型预测趋势图显示 勇士此一获胜的概率高达90.7% 但随后快船打出7-1的小高潮成功翻盘 前中国男篮主帅杜丰曾经对球员们说 而是多分算个屁啊 不曾 这个赛季多次被勇士验证 其实从争贯的角度看 勇士与快船的交锋谈不上焦点之战 最大的看点是西部两支不缺少球星和流量球队之间的比拼 到底谁更更胜一筹 结果勇士的庆功宴才都上齐了 却被快船从手中抢过了筷子 在我看来 领先22分被逆转 克莱成为输球被惊满 勇士两弱点被无限针对 最近NBA又开始流传一些交易的传闻 替如勇士的克莱汤普森也在这些传闻之中 毕竟他和勇士的续约谈判进展的并不顺利 而本场比赛 克莱汤普森居然成为了勇士输球的背景板 若是偶然还是天意 实时向快船打到最后也没什么有效的战术 就是球星单打 而乔治顶着克莱汤普森投进的最后一个进球 为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画上一个句号 留给勇士和克莱的确实无数个问号 其实这样的剧本在本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是领先24分被绝杀 当然 保罗的缺阵不是勇士输球的借口 他到这里来说是为了冠军 其实只是来养老的 勇士恐怕还得为自身的结构性缺陷买单 表面上看 他们的投射效率依然在线 但是篮球是由进攻和防守 内线和外线组成的 缺一不可 一方面 勇士在防守端的移动能力下降太快 一往外线防守 尖兵克莱在大上跪来之后 横向移动确实跟不上了 另外一方面 勇士这套阵容确实辉煌过 但是内线不足的弊端一直存在 前几年还能用整体的速度节奏与对手抗衡 且没齐名曰炮轰 但是现在 特别是第四节的关键时刻 炮不起来的勇士只有站在那里被别人轰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比赛说的那么憋屈 照理说带头大哥往往是难辞其咎的 偏偏库里这场比赛的表现还堪称灾难 那就别怪球迷们的口诛笔伐了 一时间萌身身处舆论漩涡 库里上下半场的表现盼入两人 上半场运动战八中六 带领兄弟们打得顺风顺水 下半场手感冰凉 十次出手紧紧命中一球 几乎隐身一般 一天前 杜兰特也是因为下半场十重灵的表现上了热搜 二十四小时不到 库里也遭此一劫 这两好兄弟这回真是沦为难兄难弟了 如果只是手感不佳 那也就算了 天天在最后一攻的选择上 库里还出了岔子 在决定比赛命运的关键攻防回合中 快川自然全力以赴 派出善兵防守能力最强的莱安纳德来贴身盯防库里 地旁的微少游以四周 随时准备上前包夹 考虑到库里下半场十重灵的糟糕手感 和小卡防守的威慑力 库里在高压之下选择传球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选择扔给追梦就值得商榷了 哪怕追梦这场拿了二十一分 但把最后一投给他总觉得怪怪的 更关键的是 库里这种级别的球星往往会和詹姆斯放到一起比较 恰恰前一阵老瞻也碰到过这个情况 最后一共选择分球给底脚埋伏的雷迪神 后者的出手荒腔走板 老瞻被至于甩锅 挺心而论 那一球老瞻是在四人重重包围下选择传球 而库里这一次实际上就面对了小卡一个防守人 再来到了他的小炮头甜点位 赵里也应该由他作为球队老大来完成这关乎输赢的出手 可惜这一次库里连自己出手的勇气都没有了 因此遭遇的批评也是在所难免 毕竟总不能打得好的时候 所有赞美赵当权收 打得不好的时候 就不让人说了吧 赛后采访中 科尔坦言球队的表现配得上胜利 所以最终的失利挺伤人的 而追梦则表示球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但需要学会怎么赢球 感觉在森林郎的比赛中遭遇吸伤后 库里的状态就出现了起伏 不仅仅是时不时出现手感冰凉的情况 而且在关键回合的攻坚中也没有那么坚决了 说到底其实勇士现在最大的危机不是克莱的序约与否 而是在库里坚当维持自身高水准状态的同时 环顾四周 无论是维晋四还是库明家 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可靠的帮手 其实也是孤单英雄 从开赛初期的六胜二负 到最近11场比赛三胜八负 勇士包卢越来越多的问题 向保罗缺少进攻输出 格林喜欢闹事这些都是小事 真正的大事 许可来 相比于上赛季场均22分41.2%的三分球命重率 本赛季场均15.7分36%的命重率不够看 库里自己太累了 好消息是克莱最近无偿比赛 有四场拿到20加 但坏消息是 拿下20加的比赛 勇士也只有二胜二负 战绩没有明显提升 而科尔使用克莱的方式 衍生出一个名词供勋篮球 真有意思 勇士本赛季问题出在呢 所有球迷都知道 库里身边缺少稳定得分点 克莱霸占着球队第二高的球权终结 甚至有四分之一的比赛 克莱出手比库里还要高 但真实命重率联盟200名开外 防守端克莱不能忽略不尽 因为他也在拖后腿 勇士不却平提克莱的球员 勇迪效率和防守延续性都比克莱好 但哪怕勇迪百发百中 达到关键时刻 还是要换上克莱 勇迪你就老老实实在场下待着 就因为克莱是勇士功虚 久动不得 就因为克莱是库里的好兄弟 就一定要给他足够的尊重 可是他尊重队友和球队嘛 什么失位素餐 克莱本赛季防守效率118.3 不仅是勇士轮转阵容最差 也是自己生涯最差 合同年 勇士不是不要他 是想给一份合适的合同 而克莱想要的年限和军心 是我和球队别的相差很大 这已经不是盲目自信 而是彻底的自负 尊重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合同 而是自己的表现 说到底 克莱还是勇士的非卖品 据ESPN明记楼报道 联盟多知球队的高管 有兴趣交易克莱汤普森 而名嘴Bill Simmons认为勇士 应该用韦晋斯加库明家 去报价猛龙的西亚卡姆 并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笔交易 罗说道 过去的72个小时 由四位球队的高管来询问我 只是以随便问问 勇士是否会交易克莱 而他们这么问的原因是 他们看到了勇士 可能会交易克莱的机会 他们想 我们能参与到这笔交易中吗 如果勇士想用克莱 换回一些有机战利的 剩下多年合同的球员 那勇士需要倒贴一些资产来进行交易吗 罗还补充表示 他个人认为勇士不想送走克莱 他们没有意愿这么做 我敢打赌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目前 勇士和克莱还未就新合同达成一致 除了Zack Low之外 名嘴A使密斯在节目中说道 我非常想看汤普森去的一支球队是胡人 我想看看詹姆斯把球传给这位兄弟 看看他能做些什么 因为虽然他的发挥不理想 但是汤普森仍然很特别 针对汤普森本赛季的表现 勇士队主帅科尔依旧送上赞美 他说道 汤普森一直在为比赛持续奋斗 我不担心任何事情 他只需要继续投篮 然后就能收获回报 只要他保持耐心 不要自我打击 并且坚持下去 在防守端打出能量 他依旧是一位杰出的球员 说两个不起眼的消息 此前有报道称 勇士队维金斯的身体状态不满 库明加本赛季的表现也没有达到预期 西亚卡姆可以提升勇士的攻防 而且他已经不是猛龙的非卖品 赛季至今 西亚卡姆场均20分7.2蓝板5助攻 投篮命中率47.7% 但三分命中率只有19.8% 明吉斯科特透露 勇士对于保罗的表现感到满意 对名下也合适价格留住保罗是开放态度 而弯曲媒体和专栏记者歌赞则披露 勇士如果在交易截止日前 占尽还是在西部中有水平 那他们的目标 大概率从升级阵容转变为省钱 而省钱的方式就是送走保罗 保罗本赛季薪资3080万美元 如果能送走保罗 最多可以节省750万美元工资 加5000美元奢侈税罚款 要知道勇士本赛季总支出已经到4亿美元 综合以上的报道 我们不难看出最有趣的点在于 当勇士意识到缺乏竞争力时 从媒体放出的消息却显示 要动保罗和维金斯 这两个外人 维金斯那叫低迷 克莱交彻底下滑 保罗能带着替普打出联盟最高的竞销率值 克莱就只会霸展球权 门头蛋改 顶着人墙头 还有各种离奇的失误 那凭什么不是交易克莱 不是第一次了 格林和杜兰特的矛盾 勇士选择大事化小 实际上就是站在格林一边 格林和普尔的矛盾 勇士选择西式宁人也是如此 一次次为了苦汤追三兄弟 一本莫倒置的方式让步 说已经很不可理喻 只能说勇士很荒唐 全联盟找不出第二支这种球队 作为勇士球迷 我们不希望克莱走 但作为库里 克莱就不要再拖累他了